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10月24日 聯邦宣布限制移民成為永久居民的數目 2021年根據加拿大香港救生艇移民來的香港人 究竟他們今次是上了救生艇還是賊船? 真是要下回分解 很多人現在為這件事擔心 今個月1日被匪徒入屋開槍打死的 墨西沙加農場超市老闆魏若超 原來他太太在13年前失足 到現在還未找得回 一輛Tesla的電動車 今早就在湖濱區坐島路邊圍欄跟著著火 車上5個人 死死、日傷 駕什麼車都好 大家都要小心 多人多事湖濱區 今天凌晨12時15分 發生嚴重致命車禍 一輛Tesla電動車失控撞向路邊圍欄後著火 導致4人死亡 一個女人重傷送軟 副消防局長就表示 電動車以外後造成的大火 直接與電動車的電池有關 事故發生在 Lexor Boulevard East 及Cherry Street附近 當仁多警方透露 事發時 Tesla正沿著Lexor Boulevard東行 並且以高速行駛 其間失控撞上湖南 由於撞擊力大 導致電池起火 電動車迅速燃燒 當直督察辛克內爾表示 攝氏車輛當時再有三男兩女 年齡在介乎二十多至三十多歲之間 一個當時經過事發現場的司機 看到這個情況後 立刻停車 並從著火的汽車裡救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 她被送院搶救 雖然傷勢嚴重 但沒有生命危險 但其餘四人就當場死亡 消防局表示 他們到場後已迅速將火撲滅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調查 副消防局長傑索普表示 攝氏汽車著火時 火勢強度直接與電動車的電池有關 並指出熱失控是令人日益關注的問題 不過他亦指出 目前調查仍處於初期階段 無法確定電池在起火或撞車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Tesla的車主表示 汽車的說明書有著名 車主如何在無電的情況下 可以打開車門 但如何防止電池起火 又或電動車發生車禍後 應該如何逃生 說明書沒有提到 在加拿大海美界 忠誠可靠 上月超駐 標榜名碼實價 貨真價實 根梁實足 用心轉材 嚴控品質 同顧客建立長期良好互信關係 成興海美是最專業的海美森容食菜店 成興海美辯報各大華人商場 七天營業 查詢電話416-298-1211 聯邦政府今天宣布削減移民目標 總理杜魯多承認 在新冠疫情之後 政府在吸納移民的時候 未能取得合理的平衡 政府原本計劃在2025年和2026年 接納50萬新的永久居民 但杜魯多現在表示 明年的目標 只是給出39萬5千個新永久居民名額 2026年會再降到38萬 2027年再減 只會給36萬5千個永久居民名額 永久居民名額一減 那些在2021年根據加拿大的香港救生艇計劃 移民來加拿大的香港移民 就肯定會受到影響 至於影響多大 會否今次不是上了救生艇 而是上錯拆船 那就要下回分解 總之 將來就要跟烏克蘭、阿富汗、印度難民 更加爭崩頭去爭有限的永久居民名額 因為削減的名額 很大部份是涉及人道及同情移民申請類別的 移民顧問加拿大新世紀顧問公司總裁黃文思說 香港救生艇計劃的移民肯定會受到影響 因為救生艇計劃是屬於加拿大移民部的 人道及同情移民申請類別的一部份 而聯邦政府在2025年 在這個類別上 會縮減到68,350名額 2026年會縮減到62,250名額 到了2027年 大概會減到58,650名額 只說救生艇會減多少 會不會減少一點 那你就要等聯邦政府給出細則才知道 影有香港碩士學位的余先生 在2022年6月透過香港救生艇的供簽 來到加拿大 他在去年10月已經完成了一年的工作 所以他入址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但仍然沒有聲氣 現在移民部再削減永久居民的名額 他都很擔心 其實我們上網看過 我們這個香港人救生艇 其實是underH&C的 category 可以這樣說 他現在說明 就是下年會剩下一萬個名額 再過兩年就會削減到4,300名額 但其實我們的救生艇 去到2026年2月才截止 如無意外 我們今年或者下年 就是最多人申請 但是名額又不夠 今年又吃了下年名額 那下年那些人又變成又少了名額 然後他一方面又再減名額 其實我相信 我們香港人群組裏面 就是有很多人 未存夠鐘或讀書 其實都會 挺不安 就是會不會每分鐘要等兩年 甚至等三年時間呢 就是一開始 坦白說我們覺得 我們過來做一年事 似乎有部分人可能會覺得 比英國五加一我們快點 所以我們選加拿大 但是如果你這樣搞一下 會不會其實 原來可能和英國都差不多時間呢 余先生一開始 已經獲得了三年的公簽 後來移民部雖然宣布 會為這一類的移民延長公簽 但是就要在公簽到期之前 九十天要續簽 這樣才可以有得延期 他覺得 如果不介意 用公簽的身份留在加拿大 繼續留在加拿大做事 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 這樣始終你不是永久居民 可以享受政府的一些福利或者幫助 始終是會比較少 譬如 現在安省政府說會派200元 他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資格拿 我是瓦佳淨水米高超 飲用清潔水 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墨西沙加市 農場超市老闆 55歲的魏弱超 這個月1日被入屋匪徒開槍打死的案件 目前仍然在調查當中 但是關乎他的一些背景 今天就有人透露了出來 原來魏弱超的太太林芳 在13年前 即是2011年4月21日 在失座中 到現在仍然下落不明 當年40歲的林芳 在案發當日 是去列治民山 和朋友在餐廳見面 但是 她沒有出現 而她的保時節在兩天之後 即是4月23日 在一個購物中心被發現 約克區警長科帕確認 魏弱超是失蹤女子林芳的丈夫 穩了13年 警方還未找到林芳 她警方的描述 林芳身高5呎3寸 重食難症 體重120磅 最後一次被人見到的 身穿黑色裙和冷衣 據警方了解 林芳經常出入賭場貴賓區和貴賓廳 很多人說 她曾經向那些賭客提供遮款 雖然當時沒有公開任何可能的作案動機 但是 警方對她持有大量現金的潛在風險 表示過擔心 但是警方並沒有表明 她的失蹤和魏弱超被殺有任何關聯 也沒有提供任何嫌疑人的信息 而在這月1日被匪徒入屋殺死的魏弱超 當日在太太失蹤的記者招待會上 她當時透過翻譯說 我的太太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亦都很開朗 我希望任何有信息的人 都能站出來說給我們聽 警方說 他們會調查所有可能的線索 一件是失蹤人口案 另一件是謀殺案 目前兩件案都未被破獲 警方現在努力改變這個局面 皮區警方說 在魏弱超遇害後 有超過三個義匪逃離現場 屋內 另外有兩個魏弱超的親屬也中了槍 兩個人已經在醫院接受治療 目前保生命危險 警方還公佈了一張白色四驅車的圖片 這個車懷疑是兇徒用來逃走之用 皮區警方兇殺調查組 已經進行了徹底的法醫調查 現在正深入了解魏弱超的生活 以確定作案的動機 而魏弱超的家屬 透過皮爾區警方公開呼籲 希望能夠有人 幫助破獲這一宗的兇殺案 家屬在聲明中說 我們呼籲 任何了解案件 疑犯 或者當晚情況的人 提供訊息 如果有人看到任何可疑的情況 無論是多不起眼 都請你們提出 家屬有補充 他們對這一宗 令人心碎的事件感到極度的悲痛 並且要為死者討回公道 將罪犯 承之於法 防止有更多人受到傷害 在所謂限期前的四天 杜魯多向那些想他下台的24個黨員 給出答案 他肯定這樣說 我會繼續留任黨魁 24個黨員說了 28日前杜魯多不就他的去留給出答案 就會有後果 現在給出答案 應該沒有後果吧 杜魯多說 我的重點是贏得下次的選舉 我要阻止波麗治上台 據了解 除了簽署要求他下台協議的24名議員之外 黨團會議上還有大約20名議員 對他民調低迷擔憂 而要求杜魯多下台的議員當中 菲斯省國會議員維拉 在會議上還讀出了一份獨立文件 說美國總統拜登退出總統競選後 民主黨支持度獲得提升 暗示杜魯多如果辭職 自由黨亦都可能會見到類似的反彈 在今天的聯邦政府 要控制移民計劃的新聞發布會上 杜魯多對記者說 儘管有部分自由黨國會議員要求他在10月28日前下台 但他不會離開 當民明確問道 是否會在一些自由黨國會議員的反對下 繼續擔任領導人的時候 杜魯多堅定地回答 是的 他說作為一個政黨 我們一直在如何更好地向前推進 進行深入討論 我們將會在我繼續擔任領導人期間 繼續進行這些討論 那些必須確保採取一切措施 擊敗博麗志 防止拒卓減加拿大人需要的項目和服務 我們將會有深入的討論 關於如何在我領導下 推動自由黨向前發展 並採取措施 反擊博麗志的虛假 和誤導性的訊息 以作為黨領袖 我願意聽取不滿議員的意見 當被問及是否會將那些發起反對他的議員 驅逐出黨的時候 杜魯多轉移批評保守黨議員 塔達澤 說他去年出現在Florida 一個反墮胎教會的活動上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自己有 原來真的可以好很多 不止下班可以一起吃飯、宵夜、啤啤 就算你開車在限速的學校區 超速50公里 都可以不用炒牌罰錢 兼扣留汽車 哪一堆自己人有這麼好福利 就是杜蘭區警隊的副警察總長 柯克帕特尼克那邊 這位副警察總長曾經連續兩天 因為涉嫌在學校區中 超速駕駛而被截停 其中一次 他超速限速50多公里 但是根據杜蘭區警隊的一份內部報告指 他每一次都被輕易放過 沒有收到高票 顯然也未受到或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他這些這麼好的福利 就激發了普通警員的不滿 亦都再次引發了大家對杜蘭區警隊的高層領導 經常濫用職權的質疑 根據多倫多聲報獲得的內部投訴報告 這位副警察總長涉及的超速事件 發生在今年6月5日和6日 在6月5日 他涉嫌在一個學校區 以超出限速24公里飛車 在第二天 飛得更快 在限速50公里的區域 他以時速108公里飛車 據說 當時他是去皮克寧出席一個 夜晚的簡報會 根據安省的道路交通法 上述的超速行為 是可以導致司機被控特技駕駛的罪名 司機的車牌可以被吊銷 駕車會被立即扣留 紙是包不住火的 兩個星期後 杜蘭區警察工會的主席 塔蒙德斯向警員發出的訊息說 他已經向杜蘭區警政委員會 表達了對警隊一個高層領導的駕駛行為的擔憂 但他沒有提及到副警察總長的名 杜蘭區警隊證實 這件事已經向內部警察總長 莫雷拉提了出來 投訴到他上司那裏 那他必須要替冬菇呢? 就算是 也沒那麼快 因為警察總長將這件事 交給杜蘭區警政委員會跟進 跟進有甚麼結果? 結果就是 委員會交給皮爾區警隊展開調查 一輪三角短喘後 皮爾區警隊就將個波 向後匯喘 他們說已經在今年較早的時候完成了調查 並向杜蘭區警政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 不過 這份報告和相關的發現 一直處於保密狀態 杜蘭區警政委員會的主席 治平 安省溫沙大學的法學教授琴詩就說 杜蘭區警政委員會拒絕公開這件事的調查經過 說明了 我們的警察問責框架裏 存在很大的流動 這個結論 其實不用法學教授 普通市民已經知道了很久 治安不請 入屋打劫偷車多 好多人都慣習法官批准那些犯案 疑犯保釋外出 就連警察都說 法官這樣做 他們都沒有辦法 不關警察事 而有些案件因為排期內 過了審訊期 令到有些鐵證如山的案 罪犯都可以逃過法律制裁而獲釋 法官對這種現象一直都很少出聲 但是昨天 一位法官就在一宗案件裏大罵警察 一個簡單的證據 警察隔了七個月都未能拿出來 法官卡拉漢形容 這件案是很簡單的案 是一個被告被指在爭執之中 打了另一個男人的臉一下 導致他跌倒並且扭傷腳 被告因而被控襲擊導致他人身體受傷的罪名 在司法程序裏 警方在控方的七次請求下 警察用了七個月的時間 才可以交出投訴人證詞的副本 卡拉漢認為 多麼多警方是阻礙了控方迅速披露投訴人的視頻證詞 而這是這件案的關鍵證據 卡拉漢在他的判詞裏說 警方必須要解決本案和目前法院審理的其他案件裏 提供視頻的言誤問題 如果沒有認真地製定確保及及時披露視頻證據的程序 是會有更多案件 將會被各自的風險 因為省級法院的案件 必須要在18個月內完成 如果不是 就會因為違反被告人 享有合理時間內受審的憲法權利 而被駁回 除非控方能夠證明存在現有特殊的情況 而現在這件案 大約經歷了16個月 法官認為 整件案應該去年6月 警方向這個男子提出起訴的時候 就應該可以在一日之內完成調查 警方也應該在這個男子 第一次出庭之後的一個月內 就能夠披露幾乎完整的證據 對於法官的指責 多倫多警方則偽偽薄話 由於這件案 現在正處於上訴階段 所以不便評論 但是 可以確認的就是 要披露視頻證據的時候 是有很多挑戰的 並指出 這樣做是增加了警方的工作量 因為他們必須審核和編輯提交給法庭的材料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5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2度 但是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霧軟氣候價格會低一仙 每公升152.9仙 警方今天凌晨約令氏接播一名28歲男子報案 指和其他三名運輸員工失聯 經調查後發現 7名男子於觀塘弘圖道一個工業大廈的停車場 遲都指客這三名運輸工 搶去一輛輕營貨車和車上超過5000部電話 價值2500萬元 警方期後於沙頭角尋回塞車 但未尋回塞物 案件暫時未有人被捕 三名運輸員工包括兩男一女 年齡介乎22至42歲 他們聲稱在昨晚約11點30分 在觀塘弘圖道1至25號一個停車場 運送一批手提電話 到一輛輕營貨車期間 被7名男子行結 據報7人當時從兩輛私家車下車 有人手持長刀和鐵鎚 強迫這三名員工分別登上這輛輕營貨車 和兩輛私家車 並用繩和膠紙摘起他們的雙手 7名男子將三輛車 駛自大埔林村 並將車上價值約2500萬元的 5200部手提電話貨物 搬到這兩輛私家車 並逃離現場 這三名員工其後自行鬆綁 隨即報警求助 事件中 這兩男一女受慶傷 但無需送丸 觀塘警區刑事部接手調查後 於今天凌晨約1點40分 在沙頭角六頸路附近 沉獲這兩輛私家車 但並未有發現這批手提電話 經初步調查 案件列為行劫 交由觀塘警區從案組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其顯義 於澳洲當地時間週二越式離陷港 有幾個人在會場外示威 要求釋放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示威者手拿3G-Me-Lie的紙板 並展示寫有Prisoner of Conscious的 危紅燈牌 政府今日表現強烈譴責 形容有人向其顯義 施以不當壓力 公然干涉香港特區 證審理中的刑事案件 稱黎智英涉及港區國安法案件的 法律程序尚在進行中 任何人均不宜評論有關案件 更不應作出不當干預 發言人表示 任何組織或個人 企圖利用政治力量或任何其他手法 幫圖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壓 干預公平審訊 明顯是破壞香港特區法治的行為 應受到嚴厲險責 其實我緊張的 都不可以鬆懈 一直都漸漸經經的 希望 很輕鬆地完成這件事 唯獨了 但仍未跟他一起排 我都很期待跟他 看看有些甚麼 撞到些甚麼出來 我是南方請的 不是他請我的 所以我去到說 為甚麼你不請我 每次去婚禮都是很感動的 他去了日本東京電影節 他做評審主席 所以要去看片 東京電影節應該是 兩個星期而已 所以他 應該會來看第一場 每天看三部 但是他喜歡看電影 這次他請了 幾個他 幾個好朋友 杜奇峰 還有他剛剛拍完那套 德國的 電影的導演 Ediko 我想他們應該 很愉快地在東京電影 度過 一個 一個電影節的時間 他不會 他經常都說 他會很緊張 比你更緊張 是的 他不可以想像這個緊張 他自己能否應付到 但我也明白 但我就是喜歡這個挑戰 那他應該會有點崇拜你 是的 那當然有些東西去崇拜我的 不是只有我崇拜他的 好可愛呀 兩隻 雷波多 一隻黑色 一隻金色 不知為甚麼 突然之間一個人變了 我以前 不是很喜歡小動物的 突然之間一個